我們今天包括我們的 兒書衛部談部長 然後我們的缺和民缺次長 還有我們的資源司牛信仁牛司長 那今天還有我們還有兩位長官 是電信技術中心 就是TTC 他們這次參與花蓮救災團隊的同仁 一個是那個副執行長 林炫又林副執行長 還有這個開了我們的應變通訊車 前往花蓮的陳育民陳副主任 好那謝謝 謝謝今天各位長官麗玲 還有謝謝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 那我們現在記者會就正式開始 那在簡報之前呢 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影片 是高雄特殊大隊的禁隊長 他錄了一段影片跟大家分享 他們在消防使用低微微信通訊的一些感想 好那我們請同仁播放影片 高雄市易消特殊大隊的大隊長 紀氏正 沙卡達步道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的高雄市已經有進去做第一次的救援 到下午的時候 我們有一批人要去支援天翔金英酒店那邊的狀況 我們去的時候就知道說西寶火牆那邊有師生三十餘人受困 九區洞和那個濾水河流營地那邊都有人受困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有使用無人區把一些前面的路況 要把它錄起來傳給我們下面的指揮部 讓他們知道這些路面都已經都是土石坍塌的情形 那裡的電訊只有三七能打電話還有傳訊息而已 網路是不通的 4月6號的時候剛好低軌衛星進來進駐 然後我們才能把那個訊息傳下去 我們在救災的時候能夠配備這套設備 我覺得真的是很好的 那希望以後我們要出國幫助一些其他有正在的國家 可以用這套裝備除了告訴我們當地的指揮中心 還可以傳回來台灣達到最高的效果 這次我要感謝數位部還有GTC 能夠在這次花蓮正在的時候 提供低軌衛星網路服務 讓我們能夠把一些訊息 提供給我們的VOO的現場指揮 報給我的家人 知道我們這段時間我們雖然很危險 但是我們是已難得的 謝謝 謝謝大隊長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請缺次長來跟我們進行簡報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現在開始說明這一次我們使用的設備 情境跟整個歷程 那請看下一頁 那這一頁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次使用的情境就是在台灣本島 我們在左邊這邊花蓮發生災情 地震的災情 那通訊中斷 然後我們透過低軌 低軌道衛星 那低軌道衛星這裡呢 它在台灣上空的低軌道衛星跟關島這邊的 衛星的地面接收站做連結 然後再透過網際網路把資訊傳過來 好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在技術上 我這一頁可能很多媒體朋友會有很多問號 但是我先稍微說明一下 後面我們會用照片來做實例 那在技術上這一個飛同步的軌道衛星 就是低軌跟中軌衛星呢 那我們在台灣上空的衛星飛過去的時候呢 地面上的終端設備 就是我們車載的或者是 或者是行動的這些終端設備呢 它可以做兩種用途 那一種用途是我可以接在基地台後面 作為它的後傳電路 那這個基地台後面的後傳電路 就可以讓當地如果它的固網已經斷的時候呢 讓基地台可以恢復服務 那或者是呢 我也可以透過衛星中端設備 接出Wi-Fi或網路 那以菁英酒店的case 就是我在屋頂這邊讓救難人員 它的前進指揮所有網路可以用 那也讓受困的民眾有網路可以用 對外後傳 那當然未來我們也跟消防處在測試 就是說因為像目前很多救災設備 或者是探測的設備像無人機 它需要一些網路做後傳 那在這次的應用裡面就發現 在沒有網路的時候 它就遇到很大的困難 那也就是說這些設備 如果都搭配起來的時候呢 對於我們現在救災的即時性跟機動性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當低軌衛星收到這些資訊以後呢 一樣它會需要通過一個地面站 把資訊傳下來 然後再透過網際網路 傳到所需要的地方 那因為它的軌道相對的是比較低的 所以這一個頻寬跟它的延遲都會比目前 目前SNG車或者是電信業者用的這種高軌的 同步衛星來講會好非常多 好那請看下一頁 那這一頁呢 我會花一點時間 逐一的描述 本部在4月3號到4月6號的應變 那4月3號在早上7點58分發生地震的時候呢 其實大概在7點 在8點40分左右 那我們就已經打電話給電信技術中心 那請他開始整備這個行動車 那這個行動車整備大概需要幾個小時 因為其實這個行動車目前是一個prototype 我們還在做非常多的實驗 那我們就請他在兩個小時之內 必須把行動車整備好 那同時我們也聯絡消防署 就是告訴這個消防署署長 我們這邊有一部衛星行動車 可以到花蓮去支援 那9點那個電信技術中心就收到正式的通知 那經過幾個小時的整備以後呢 就是大概1點半出發 然後晚上8點到達花蓮待命 那到達花蓮待命的時候呢 就馬上跟泰魯閣的行動指揮所已經報導 那我們收到的指令就是 第二天早上4月4號早上7點 在泰魯閣風景區管理處集合 那配合收救隊調度 然後準備出發進入災區 那當天4月4號當天還有非常多的落石 那所以當他們搶通到燕子口隧道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路面都被土石煙埋 那所以這些指揮所就請行動車 先撤回行動指揮所 那一直到這個路 路清到九區洞的時候呢 那消防署長就請我們把車開到九區洞 那希望可以提供當地的無人機拍攝災區 然後能夠把訊號傳回這個前進指揮所 那在九區洞的時候呢 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說它的落石量非常大 那所以現場的指揮官就希望所有的車子 都停到山洞裡面去 那停到山洞裡面去呢 就對衛星的聯繫就會產生問題 那所以最後呢 當天4月4號當天呢 那我們在做了一些實驗以後呢 因為持續的有相當多的餘症跟落石 所以就退回指揮中心待命 然後在4月5號的早上 那回到指揮中心以後呢 我們繼續整備這些設備 那也把上面的低軌衛星跟中軌衛星 都確認它可以工作的時候呢 我在數位部在中午12點52分 我們接到消防署的署長的電話 那署長希望我們能夠提供數套 低軌衛星的設備投入救災 那所以呢 我們大概在20分鐘之內 就確認完成整備 那運送三套低軌衛星設備 到那個松山機場 到松山指揮部去 然後同時呢 我跟李次 我跟李懷仁次長也同步 到松山指揮部去 去看這個 貨物運送的狀態 那但是我們到了松山指揮部的時候呢 就發現 就是說原來的計畫是這個設備要直接 由黑鷹直升機送到太魯閣 然後再由這個收救總隊的海豚直升機 再由太魯閣送到天翔 但是由於天后的關係 那 當天呢只能運送到花蓮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就跟著上了這個直升機 然後到了花蓮以後 花蓮機場以後 3點53分從花蓮機場起飛 那下午5點到達花蓮機場 到達花蓮機場以後呢 再用這一個國防部提供的大卡車 接力把它運送到太魯閣的前進指揮部 那送到太魯閣前進指揮部的時候呢 那因為這三套的目的是要送到天翔的 天翔的前進指揮所 提供救災隊跟受困民眾的通訊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整補 那重新包裝 那第二天早上 4月6號早上5點50 那我們就把設備運送到這個 泰魯閣管理處的停機坪 那等到第一班飛機 確定可以飛進來的時候呢 那大概是8、9點的時候 運送上這個內政部的直升機 那照片都在這一頁的下面 然後我們也請電信技術中醫 一位同仁帶著簡單的行李 跟所有的技術的資源 總共是三大箱天線 跟四小箱的設備 包含無線網路的設備 跟一些電源跟網路 然後呢到達這個天翔以後呢 就進到這個天翔的酒店 就開始架設衛星傳播 衛星網路 那架設完成以後呢 大概在一個小時之後呢 就完成了架設 那我們也同步收到 從裡面傳出來的以後的 第一張照片 那接下來就馬上決定 就是架設兩部 一部是提供給前進指揮所 那另外一部呢 因為這裡面也有數百名的民眾受困 那我們就提供給 另外一部就提供給民眾 作為它對外通聯的使用 那當它接上我們架的衛星跟Wi-Fi以後呢 它的LINE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在當場的使用情境是相當的順暢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們最後就是 有一部機器提供20名收救人員 然後另外一部機器提供319名旅客 跟京英酒店的30幾名的職員使用 那行動車跟另外一個設備呢 一個就留在京英酒店待命 那指揮車也留在這個泰魯格的指揮所待命 那接下來我就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一次我們使用到的應變網路行動車 跟這個低軌衛星的接收器 那這個車子呢 事實上是本部在這個衛星任性的計畫裡面 所打造的一台實驗車 那為什麼要打造這台實驗車呢 就是說目前在消防署 它預計會有30台的這種網路通訊車 然後我們知道在電信業者 在公NCC調度的也有105台車子 那這105台車子呢 大部分是使用這個同步衛星 就是那這一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同步衛星 中華電信也派了一部同步衛星 它開到泰魯格 但是因為它是同步衛星 它所提供的頻寬只能恢復當地的語音通話 那靜音酒店那裡的原來的四話是通的 那所以呢 消防署才會極力的希望我們可以讓這個 同步軌道 低軌衛星的接收器可以進到靜音酒店 因為進到這邊的以後呢 內部的影像 跟內部的手機的資料通訊 跟內部的前進指揮站所拍攝的影像 跟受損的狀況 它的即時資料才有辦法傳到太魯格跟台北的 這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那所以呢 一開始我們設這個行動網路的 行動車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我們這個低軌衛星的設備 是可以轉接到 轉接到5G或4G 那做各式各樣的行動的應用 那所以這裡面呢 搭配了中軌衛星 低軌衛星跟行動基地台 那我們現在正在用這台車子去建立 這個行動的流程 那但是呢 但是在道路中斷的時候呢 或者是還是有非常多落實的時候呢 那就必須直接把這個衛星接收器帶到現場 那所以呢 在第二天的緊急應變 我們就用下一頁的這個低軌衛星接收器的情境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京英酒店的頂樓架起來以後呢 那這個救災人員就馬上可以使用網路 那大家可以看這個右下角的這一個 在我們架設起來兩個小時之後呢 那就有兩台 兩台衛星接收器打開 那一台就是提供前進指揮所使用 那另外一台可以看到 當京英酒店的住戶呢 很多也都集中到頂樓來 那這樣子他才能夠就近的使用這些設備 對他的家人報平安 那所以在這一次 這一次呢 我們要非常感謝 我們要非常感謝電信基督中心 然後中華電信提供設備 那還有這一些電信基督中心 總共出動了四個人次到花蓮 然後在陸主這邊也有許多同仁 不眠不休的在為我們做協調 那我們要感謝這個在愛音邊中心 跟這個國防部的幫忙 那利用黑鷹直升機跟海豚直升機接力 然後幫我們把這些設備運送到災區 然後能夠發揮它即時的效果 謝謝 謝謝薛市長簡報 那我們現在進入下一個主題 就是關於這個車連網實驗頻率跟場域的部分 那我們請資源師牛市長 各位媒體大家好 那接下來由我報告 公告車連網頻率之特定實驗場域跟限制 那繼去年8月 本部開放6GHz共Wi-Fi 6E 提供智慧家庭 智慧工廠等垂場域的創新用 那今天我們把車連網當作一個工作的重點項目之一 請翻 請翻 那這大概部分的話 這整次的車連網大概會有三大的重點跟兩大的效益 大家如此的簡報 請翻次驗 我們都知道車連網是 是為目前智慧城市中最重要的基礎建設 那所謂的車連網大概就解決三樣問題 第一樣問題就是安全的問題 第二樣問題就是擁塞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運輸效率的效能的問題 那剛好車連網使用這樣的方式 都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傳統的交通移控設施 使用有線電是有線的方式連接 那它最大的缺點就在於 移動的車人沒有辦法去做有所限制 那但車連網的話因為使用無線電頻率 它確實可以有效的解決 而且實現的人 車 路 通訊 跟所謂的服務平台的智慧的串聯 所以基本上車連網是一個非常重要系統 而它最重要的是頻率 請翻次驗 那這次我們準備開放的車連網時間的頻段 目前規劃是5850到5925 總共75Mbps 它大概有三大特點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特點它是沒有干擾之餘的 意味著現在的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車連網的頻段是沒有使用者的 所以當實驗者在這個場域測試的時候 它不會有干擾的可能性 因為它沒有既有使用者 這第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它是國際接軌 意味著我們現在公告的這個頻段 它南瓜了美國 歐盟等先進國家 主要的車連網規劃的頻段 那意味著我國的實驗網的場域呢 他們可以將他們的設備 可以驗認證 實證到所有符合 全世界各國所需要的設備 那第三個特點它是技術中立 意味著所謂的不管是DSRC或是V2X 各種技術都可以在我們這場域來做實證 那它的好處在於說 因為我國真正實證以後才知道 未來我國採用哪一種技術呢 會比較符合我國的國情 所以這三大特點可以跟各位參考 請翻次業 那在我國的法制背景中 大概分為兩個項目 那這兩個項目大概都已經在去年 本部成立以後由交通部移撥本部 那第一個在右手邊的部分是 無線電頻率供應計劃 它將來可以公告所謂的特定時間場域 跟它的特定條件 那這個特點在於說 本部公告以後就可以實行了 那它相對的快 那另外是無人載序創新條例的部分 那當然無人載序各位都知道 它包含了車輛 船舶跟航空機 那我們這次等於先處理車輛的部分 後續也會針對無人載序的部分 去做一併的做調整跟修正 那經過我們跟所有的中央機關 包含了交通部 經濟部 那地方政府去做盤點以後 目前規劃了全國總會有116個 可能的實驗場域 那細分的話可以分為三大類型 包含區域型總共有29個 那例如各位都熟知的淡海新市鎮 那陸段型總共有66個 那其實就在蘇惠部旁邊 我舉個例子在中華路 開封街到愛國西陸口 那另外第三種類型是陸口型 總共有21個 也在我們附近 就是仁愛陸的跟大安陸口 警方次業 那就整體台灣的區域來做涵蓋的話 各位看到 大概包含了六都跟所謂的西部為主要 那在六都部分要特別強調一下 六都部分台北市 因為沒有這麼大的場域 所以它沒有區域型 但是台北市也非常積極 總共66個路段行蹤 有22個是台北市 包含了三分之一 可見雖然很擁擠 可是台北市一樣能夠拿出這樣的 希望能夠緊速的引進 所謂車延網的這種實驗的可能性 另外一個也非常特別的 嘉義市開放全區 那嘉義市等於全部 嘉義市全部可以開放為實驗的場域 那在我們目前檢討以後大概會有幾個跟各位報告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協調到各方的利害關係以後 把需求方跟供給方都能夠連結起來 能夠去公告未來特定的場域 那也會統一的歷史 因為以前的方式的話不清楚各種類型 我們把它統一格式化 那讓所有的用路人都能夠很迅速的了解到相關的資訊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針對所謂的ITS 就是智慧運輸的系統去做持續的關注 那因為頻率上沒有干擾的可能性 所以在原則上我們在剛才跟各位報告特點中 我們不會針對頻率的部分加任何的限制 讓實驗場域更能夠創新 那另外也會根據縣市的涵蓋面積跟種類去做公告 那未來最起碼兩年會檢討一次 當然也會根據地方政府跟產業的實際需求 我們會去滾動式的檢討 那我們也會同步的修正無人載具的相關的條件跟規範 那我們希望在預期的效益中我們希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藉由我們公告車輪網經過協調以後 希望能夠加速車輪網的發展 然後增加產業的投入 那也促進這個產業的創新應用服務 希望能夠帶動我國的智慧交通 後續我們也會引入公共無人載具 公告無人載具的這個實驗場域呢 希望藉由實驗場域的這個框架 去降低法規人的成本 那藉由我們的協調 讓所有厲害關係人的協調跟交易成本 能夠降到最低 請翻吃野 那另外一個第二重大效益的案是 以前在現有的狀況下 我們從頻率升行到實驗的整個網路指導核發 總共頻率天數是84天 那未來修公告以後 我們可以加速 那也謝謝通常會 經過通常會的協調以後 將來從頻率升行到網路核配 只需要29天 意味著不到一個月就可以完成這樣的事情 那大幅的減低 64% 意味著可以讓業者有更多的時間 迎接更創新的可能性 而不會因為行程程序上是卡到業者創新的時效 請翻最後 那從這個這次的公告我們可以知道 一個車連網不管是智慧交通 甚至智慧程式沒有頻率 大概都是沒有辦法去做有效連結 那所以我們公告這次的頻率 對於車連網的技術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那也另外希望 兼由本部的跟各主管計劃協調 降低未來後續所有人的交易成本 讓這樣的智慧交通能夠蓬勃發展 當然我們也會去持續的公告 所謂的無人載具的車輛傳播航空機 達成我們智慧程式跟數位轉型的目標 以上是我的報告 感謝各位的聆聽 好 謝謝市長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媒體提問環節 那我們上面的QR Code 那個剛才簡報的簡報檔 應該同人都已經有放進去 然後媒體朋友可以參考 那SIDLE提問 那我們把畫面切到SIDLE提問的畫面 稍等一下 畫面可以切過去嗎 稍等一下 大家可以先 還不能切過去 紫玲問說 這是第一次在緊急狀況下 出動這個應變網路行動車 那想要問說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或者是阻礙 那對於這個低軌衛星設備的部署 當地的災民在使用上面有沒有什麼回饋 那我想這是兩題嗎 我們是不是先回答第一題 我想這確實是第一次 那我們可以看到行動車它是多元抑制的 就是同時有低軌跟中軌的接收器在上面 那但實際上面災民使用的 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是透過WiFi來使用低軌衛星 那至於說在使用上面有沒有什麼回饋 我們剛剛看到它的下行頻寬 其實是還蠻高的 有上百Mbps per second 其實是比我們預期中好很多 那至於說在訊號上面有沒有碰到什麼挑戰或問題 這個看是次長還是TTC的同仁要回答 我先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花蓮那邊是峽谷地形 那我們在行動車的使用上 也有發現就是說 在峽谷地形它接通的速度 我們目前行動車上面的中軌衛星 它行進中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它的低軌衛星必須停下來五分鐘以後 才能夠提供穩定的連線 那這個在峽谷或者是在災區的時候 那發現它的行動會受限 第一個受限的原因就是 有很多落石跟餘症 那這些落石跟餘症 會對車子造成威脅 那餘症的時候如果在震動的時候 你的衛星連線有可能會中斷 因為它裡面的陣列天線的主態就會 就需要重新去設定 那因此 從這一次的經驗上 我們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 行動車它針對 許多情境是有用的 可是遇到這種峽谷地形 或者是道路封閉的時候 就必須透過消防署的管道 直接把這個接收器送到災區 這個未來我們會跟消防署密切合作 因為在第一波的 第一波的700個基站的分配點上面 消防署大概也會分配到180幾套 那我們未來會跟消防署密切合作去討論 在救災的應用上 要怎麼去支援他們是能夠做最有效的利用 這樣應該有回答到兩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剛才好像漏了先請部長幫我講這句話 沒問題 反正都已經到 那我們就直接繼續進行 還是部長有想要先行 沒有問題 那我們繼續進行 那下一題是年代的提問 想請教挺津災區 在技術上最大的突破是什麼 然後途中是否遇到困難如何化解 對 就如同剛才說的 我想最大的突破是 這是第一次低軌衛星 用於這個用途 而且低軌衛星 我們本來在測試的時候 OneWeb那邊告訴我們的覆蓋範圍 其實並沒有完全涵蓋這個災區 所以可以說是優於預期的 我們本來覺得說 它可能還要再過一陣子 就是除了關島之外 另外兩個地面這樣開通了 我們才會有比較完整的訊號 但這次很意外的 就是它事實上能夠提供蠻不錯的訊號 那至於過程裡面有沒有 除了剛才次長提到之外 還碰到什麼其他的困難 不知道我們要不要分享一下 可以拿我麥克風 OK 因為這一次比較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 實際上天翔它是在比較是山谷之間 那如果山谷之間 衛星跟中端設備中間 如果有被山擋住的話 事實上它的訊號就會不好 那因為低軌衛星它實際上是 它有一個特性 比同步衛星的特性不太一樣 它因為它是會移動很快速移動 那這個one wrap的衛星軌道是南北級的 那剛好如果是同步衛星或是中軌衛星 它會是在赤道上面 所以你往南的話那個山就會擋住 那這一次剛好one wrap它是有南北級的 所以它剛好是有這樣子的移動 剛好是可以打到這個天翔裡面 這個山谷裡面 所以事實上為什麼我們當時在設計的時候 是中軌跟低軌是同時 因為它在應用的情境不一樣 因為中軌都在赤道上面 所以這一次的 我想最大的技術突破是說 驗證了我們當時把中軌跟低軌 整合成一個hybrid的應用 真的是在這次天翔裡面得到了驗證 多元意志的重要性 謝謝 我們現在下一題 新唐人提問 數位部的非同步軌道衛星設備 目前的建構進度 還有未來會如何協助國防及戰時 那第二題是說 那先回答這一題好了 好我們先回答這一題 我們在前一次的例行記者會已經有提到 除了低軌我們現在是如期如值的在做之外 我們在中軌的部分就是差一塊 就是在太平島 那太平島以我所知 目前它已經架設起來了 它的設備也已經有接收到訊號 那正在配合SES 就是衛星提供商的人員 來進行遠端的系統校正 那只要校正完成之後 我們會盡速把它開通 這樣我們就等於完成最後一塊拼圖 就可以把太平島的行動通信量能 提升好幾倍 那是不是再第二個 第二題是有問到關於這個 有藝人在臉書求救說他被害被恐嚇 然後希望數位部幫忙 是 當然就有看到說希望說 那應該是一個騰訊的信箱 好像有受到這個威脅恐嚇等等的情況 那也已經找律師處理了 那當然我們在數位部 我們跟檢警調 都是維持密切的聯合協作的關係 那尤其是我們的治安院 有任何 治安相關的這部分的工作 我們都密切配合檢警調 來一起處理這樣 那我們現在下一題 工商的月華提問說 稍早賴總統當選人宣布組成 AI行動創新內閣 想問部長有沒有被偵詢 然後距離520剩下40天 有沒有什麼政策正在加速推動 或即將展現成果 對我想我們剛才在講的就是 包含剛才我們車聯網 快速的讓這個審驗通過 那以及我們之前推動 像5G國產化 也是快速的審驗通過 以及這一次快速救賽 我想都有行動創新的特色 那至於說我的去留 那之前已經講過了 是由長官決定 那目前還沒有收到長官的決定 那在520前 我想我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推動的 一個是我們的電子簽章法 之前在例行記者會議也提到 這個是讓 特別是在冒充名人 但是也包含就是一個人開幾千個賬號 那種冒充的情況 可以杜絕它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法律 那之前已經完成尋打了 應該下週就會進入逐條的審議 那這個是很希望能夠在520之前上路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們的打架專法 那打架專法是內政部所主導 但是我們在裡面 關於網路廣告的這部分的專章 是由我們所負責 那這部分也希望能夠盡速送出 那其他的包含自動安全法修法等等 這個都在目前的進度在掌握當中 那下一題就是有匿名的提問說 請問部長在關於黃子焦的事件 讓犯罪性犯罪網站的存在被關注 那關於關閉網域 那衛福部提到會和法務部討論 扣押網域的時機點 那本部對於時機點有什麼想法 會不會希望盡快執行 對 我們我想我們社會部成立之後 我們對於DNSRPZ的執行 的所謂的流線化 就是streamlining 讓它執行的比較快 這是有相當大的貢獻 那像在去年 就每天應該是接近100件 這樣子的速度在執行 那所以都已經是用機器對機器的方式 在進行對接 那包含像夜市尾毛電商等等這些部分 我想執行起來都相當的順利 不過因為我們畢竟並不是檢禁調 也並不是執法單位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收到執法單位 或者是像按照兒少法 它的這個法律主管機關過來 我們才能夠執行 那所以我想從街道通知到執行 讓它這個24小時可以幾乎機器對機器 直接執行 這部分是包含我們資源室 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當然在就是判斷什麼時候發給我們 這個含的時機點上面 我們當然尊重就是主管機關 不知道資源室有沒有補充呢 除了剛剛部長跟各位報告的 我們跟各個單位界階以外 我們在數位部成立以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所謂的資訊揭露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也做得相當撤離 各位可以看到TWMG的網站中 會有揭露目前為止斷網的數量 另外在所謂的我們的數位部的多元師的一個 買Data還是 Open Data Open Data Open Data裡頭也可以看到相關的訊息 那這樣的訊息可以讓所有利害關係人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 另外大概如果各位好奇的話 也可以看到那些詐騙網站 一進去你就知道 這詐騙網站上面有一個貼圖 就可以看到這是詐騙網站 所以我們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可以知道說 這件事情發生了什麼事 而且他是根據什麼樣的法律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也讓所有利害關係人在 比較不知情的民眾去進入這個網站的時候 也能夠適時的阻擋 所以雖然說可以看到有些詐騙好像那個網址還在 其實連結過去後其實都已經斷網了 所以大概狀況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數位部在成立以後 我們當然會記憶指引 但陳副長剛剛跟各位說明了 就是說主管機關 我們雖然執行RPG 可是主管機關還是需要像衛福部跟法務部 他們來決定這件事情 因為法律上的主管機關 還是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然後他們決定了 我們一定做謹速的配合辦理 以上我的補充 好 那我們下一題是自由時報指令提問 一樣是前續上一題的問題 關於這些曾經被停止解析 後來又轉職重生的網站 要如何再次啟動停止解析 那這個因為轉職重生的成本很低 那又不斷重生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做 是 我想像我剛剛提到的一夜市貿充電商 這部分是我們數產署 那數產署確實也有注意到說 有相當多的這種詐騙的這種電商 其實確實下架之後 它立刻再註冊一個新的網雲 那裡面內容完全一樣 然後就上來了 那這個當然我們是一方面跟像 無點面商業同學公會合作 就是他們即時偵測到這個 或者甚至是我們透過像防炸雷達 這樣子的技術 根本人類還沒有看到 那我們就透過AI先把它掃描到了 那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即時通知電商說 這邊又冒出一個新的網域來冒充你 那當然我們還是有一個報案的流程 就是要讓監禁掉知道 不是說數產數自己說了算這樣 那但是就像剛剛講到就是 不管是掃描到通知到報案 然後到這個網域的扣押 然後到剛剛講到open data上面透明度的揭露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都盡量引入機器對機器的方法 也就是說雖然他們這個去註冊新的網站 轉職重生的成本很低 我們這邊執行的成本也要一樣的低 這樣才不會變成消耗戰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還是自由時報子靈的問題 他請問SES中軌衛星在台平島測試開通了嗎 測試結果如何 就是以我目前掌握到的資訊是有訊號 然後正在測試 然後還沒有就是提供出來 給島上的朋友們來使用 但是希望很快可以有好消息 下一題是中央社思雲提問 車聯網頻率的部分 能不能說明一下頻率預告期 跟正式可申請的期程 然後預計後續可能有多少案件 會來申請時間頻率 然後頻率費用如何計算跟收費 謝謝思雲的提問 這是一個好問題 那目前為止 車聯網其實已經可以開始在申請實驗了 只不過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它的期間非常長 因為基本上沒有經過協調 那不管是地方政府 或者是我們 或者是通常會 在審查的過程中都會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們這次最主要解決的是 所謂的協調成本 因為我們已經把所有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各域管機關所涉及的政府機關 全部都聯絡過了 所以將來可以很快的協調 那至於什麼時候施行呢 我們大概在四月底左右 會進行這個公告 那進行公告以後 那等於所有厲害關鍵人 都已經知道這樣的場域 那申請者他知道這樣的場域 相對的民眾也會知道說 有這樣的場域 所以就可以加速後續的流程 所以大概四月底左右 我們就會做這個公告 那公告以後 當然就可以立刻的施行 就是特別要說明的 那至於費用的部分的話 在實驗的部分 目前為止是免頻率使用費的 意味著說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業者 一個最創新的環境 而不是以商業的時候考量說 或是政府以收稅為考量 去做這樣的收費 那所以在實驗的部分 目前為止 頻率使用費是沒有在收的 以上希望能夠回答您的問題 實驗的部分 目前為止是每一次是一年 但是可以 如果它有新的項目的話 它可以續加 那並沒有次數的限制 所以意味著就是說 它可以持續的去做 創新的應用 而且各位都知道 車電網目前為止 是非常新的技術 那各國也在嘗試的階段 所以我們一定希望能夠 讓申請者一個最舒適的 測試環境 讓它能夠 迎接最新的可能性 那所以才會 跟各位特別報告的 我們希望所有條件 能夠盡量的降低 以上補充 謝謝 謝謝司長 那我們現在好像 史萊特上的題目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 現場還有媒體記者朋友 有需要提問的嗎 一次 兩次 阿拉斯雲 我確認一下 剛剛有人問到那個 私立網站那個 停止解析 你要不要用那個麥克風 對 剛剛有問到那個 停止解析的問題 我想確認一下 就是說 就是因為衛福部 昨天有說法 但是因為其實 而少防治的這個部分 其實它在法律 是有明文的規定 所以這個部分 是他們可以主動 就主管機關是可以主動來 就是 在沒有人 就是不是走IWIN的那個機制下 他從另外 他是可以主動來申訴 請求那個PWNIC執行嗎 就是大概確認一下這個流程 跟他們的說法這樣子 基本上主管機關 現在在兒少相關法律中已經明定了 這是我國 繼這個 所謂的動植物 那個非洲豬瘟的輸入以後 第二次去做 有關於這個 所謂的阻止不當的網域 讓同仁 讓所有的民眾 接取的這個可能性 讓他去降低 而且是法律明定的 目前的話 他是由根據 兒少的主管機關 可能是地方政府 也可能是 中央政府 就是衛福部 那他們會根據他們的判斷的結果 來通知 來做這個 ISP業者 跟TWNIC執行RPG的機制 但是我也說明就是說 其實衛福部 他們會非常謹慎的做這件事情 而不會自意的斷網 所以也請各位放心 除非他們有一定的市政 他們才會做這件事 絕對不會說 平白無故的去阻斷這個樣的網站 這要特別替相關主管機關說明的 我們接下來還有媒體朋友們要提問嗎 想來確認一下 就是因為昨天衛福部有說要 有民眾申訴或檢舉 才能啟動這個停止解析 但是因為我有去看那個申訴的網站 就是他好像是要被害當事人才能申訴 那這樣是不是變成只有少數 那特定幾個才能做申訴 那這個網站要怎麼趕快進書下講 謝謝 我實在很抱歉 就是基本上這還是衛福部的權責 那如果他有說任何需要技術上的協助 那我覺得我們宿衛部都應該可以去幫忙 對就是說因為有多個發動的就是主體 那衛福部我們有注意到說 其實因為檢警調那邊也可以發動 就是犯罪的緊急防治的那個部分 也包含透過緊急命令的部分 那這部分在RPC不管1.0還是1.5 大概都有規範 那所以我想我們今天也有看到新聞說 那衛福部是說如果是從檢方來發動的話 那我們是都可以 就是只要有符合這個RPC的規則的這個函 或者是這個行政命令出來 那我們就會來繼續執行 所以行政機關是一定要收到 申訴或檢舉才能啟動嗎 還是他們可以自己自行發動 他們可以主動發動嗎 機關會發動 對啊 就是說我們就是如果去看我們RPC的網站的話 它有好幾個不同的太陽 一個是法院來採定欄阻 一個是行政命令來採定欄阻 然後另外一個是犯罪防治緊急案件的處理 那裡面又包含監情調的部分 那所以裡面每一個它的啟動條件 可能是要問那個啟動條件的主管機關 我們是從RPC這邊收到 就是相當於1.0或者是1.5 它的法院行政命令 或者犯罪防治緊急事件處理的要件的時候 我們就會來執行 並且來製作透明度的報告 那現在媒體朋友還有提問網 好思雲 我想再請教一下就是那個低軌衛星的部分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這次是因為關稿的部分 就是它有開通 但是另外兩塊可能還沒有 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WanWeb現在在我們驗證中大概涵蓋的範圍是 大概到哪裡 因為上次好像是說 就那個時程有沒有提前 然後是大概哪個部分 已經涵蓋台灣哪些地區這樣子 好那個 因為其實關島是3月28號才開通的 那所以我們在3月28號開通以後 我們就有請電信記錄中心 開始針對一些站點 整備這個行動車 開始針對東岸跟東北角的站點去做量測 那但是中間被調去救災 救災完以後 他們在救災結束以後 從南迴繞回去的時候 我們已經從花蓮一路撤到台東 那目前所看到的資訊就是說 就如同剛剛副執行長講的 就是說因為它是北到南的 所以如果是太魯閣的峽谷OK 可是在花東縱谷會有一些阻礙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這個Gateway的時間 跟衛星的週期的限制 它每個小時會有一些時間是無法收訊的 那所以目前為止到台東市 我們都有測到 下船的速度都是還蠻好的 都有超過五六十 那在花蓮地區下船的速度都有到八九十 那上船的速度在花蓮地區是 大概是十到二十左右 然後到台東或者是花東縱谷的地方 大概是十一到二左右 那目前我們有另外一部車 請中華電線再測在東北角伊蘭 在持續做測試 那因為這每一個測試需要花一些時間 可能在一兩週之內 我們會把我們全台可以測到的數據 都完整的收集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數位部我們這邊有準備一台在大廳 如果媒體裡我有興趣可以 對對對 要搬過來嗎 應該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搬過來好像也比較好畫面 直接搬過來喔 三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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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要小心搬喔 如果真的要搬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南日本地面站跟泰國地面站 那以我們掌握到的資訊 應該都是上半年就可以來開通這樣 如果有媒體朋友 等一下記者會結束會有興趣可以去樓上看 他是放在十六公斤 我們這個 我們就是從十六要搬三十公斤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可能還是麻煩各位移駕這樣 不好意思 可以要好奇問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次就是 行動車跟那個設備 就是 的費用 可不可以 就稍微透露一下說 大概是這個規模 大概是怎麼樣 因為雖然要救災頂頂點 然後想說 知道一下他大概的建制成本 你說成本嗎 你是說這一次行動的成本嗎 那大家可能不要只說 就是我們臨時的去派 然後跟那個立委會審 就能不能透露個範圍這樣 那個通訊費用 因為帳單還沒出來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那但是建制的成本 根據我們手上 因為我們是分批購買 分批購買 每一批的價錢不太一樣 那現在這一這三台的總價 大概是 兩百六十幾萬 但是車子的是另外一台 車子是第四台 那車子整個建制的價錢 大概是八百萬左右 應該是正確了吧 PTC有要補充嗎 車子含車子本體跟那個改裝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需要改裝電力 還有油然後還有一些價值 天線價的改裝 含車子本體大概在五百多萬 那在含上面的設備 包括中軌 包括這個低軌的設備 大概就跟次郎剛剛講的 差不多就八百萬左右 大概是這樣 請問一下這個行動車 未來有規劃要再建幾台嗎 因為本部所負責的是做驗證測試 還有做prototype 那事實上在一開始的規格裡面 並沒有車子的規劃 但是大概在幾個月前 我們也有看到 就是說第一個 去年在土石流 風災土石流的時候 我們就在思考這個情境 所以在風災土石流之後 我就跟電信技術中 講說我們要開始準備 打造一個行動車 那為什麼要打造這個行動車 第一個就是說 NCC手下有三家業者 總共一百零五台 原來的這個行動電信車 那這個行動電信車 所以我們是依照這個 行動電信車的規格去做改裝 我們希望未來這些行動電信車 會有一部分可以升級到 可以連通低軌衛星 那第二個呢 消防署也在規劃 它未來會有三十台到數十台的 這一個行動通訊車 那這個是做消防行動通訊的 的線路 那這個消防行動通訊的線路 我們目前昨天也跟消防署在談 就是說要如何支援他們去做這樣的概念 改裝 那所以我想我們這邊主要是做 concept proved concept 那再來在做擴散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其他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 那根據他的需求去做量身打造 謝謝 其實我們也會做技術轉移 那不管是這一次的 或者是之前921防在日的演練 那我想警銷所有的這些相關機關 大概都了解到就是這個改裝 它能夠發生怎麼樣子的效益 以及它的成本 當然隨著我們繼續驗證測試 它的成本渴望就是降低了 通常prototype第一輛都是最貴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我們會持續將成果提供給相關部會 那至於說未來具體部署在哪裡 那它才能夠快速的就是在它搶通的同時去進行支援 以及除了車載之外 也包含其他的載具 甚至包含空中載具 這些我們都在規劃 相關的是在原本兩年期的預算裡面的經費 兩年期的預算主要是七百七十幾個基站 那這個車子是多做的 那目前我們有申請下一期的科技預算 希望能夠持續去擴大這個規模 那並做更多的驗證 那這個科技預算還在申請中 對 但是這個部分因為送出去不見得 還需要其他部會的審查 還在審查 不會時間知道在一分鐘就會結束 但還有問題嗎 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的話那我們就到這裡結束囉 好 謝謝 謝謝 那再次感謝包含TTC 以及所有同仁這一次在救災上面 的協助 謝謝大家 謝謝